孤独带来的人格分裂 究竟有多恐怖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 疯狂三兄弟 埃克曾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今天呢 他三年的治疗期结束了 母亲把他接回家 好好的把他安顿下来 为了防止再刺激埃克发病 房里呢 一尘不染 也没有多余的器具 埃克很感激母亲所做的一切 母亲笑了笑 准备去工作 走之前 他告诉埃克 家里的小木屋准备卖掉了 很快 独自一人在家的埃克无聊起来 他翻阅起家中的老相册 看着自己和兄弟们小时候 与父亲在木屋中的照片 他流下了眼泪 这时门铃响起 原来是自己的两个哥哥来了 他们热情的和埃克打招呼 表示要找个地方 给埃克的出院庆祝一下 埃克一开始不同意 他说 医生让他不能去太吵闹的场所 老大白哥表示 那不如就去家里的小木屋吧 趁他被卖掉之前 还可以在那里怀旧一下 埃克想了想同意了 很快三人开车踏上了路途 虽然埃克刚出院 但两个兄弟似乎完全没有顾气 他们一路高歌大吵大闹 埃克有点头疼 但看着开心的哥哥 他还是露出了笑容 不久三人到达一处加油站 埃克意外撞倒了一个人偶 他下车查看了一下 然后去超市买了点零食 可等他回到车上 车里竟多出一个女孩 埃克吓了一跳 原来刚才两个哥哥趁埃克不在 搭上了一个路过的女孩 女孩正好闲着没事 便打算跟他们一起去木屋玩 埃克有点不好意思 但还是很高兴 死人一路有说有笑 很快就到达了木屋 进入木屋后 埃克陷入回忆 原来由于父亲去世 他已经很多年没来过这了 他跟白哥喝了一杯酒 致敬自己的父亲 但他们的表情看起来 有点奇怪 女孩不禁好奇起来 他问 兄弟俩是不是跟父亲关系不好 埃克没说什么 这时老二大壮忽然嗨起来 他跟着收音机的音乐 尽情舞蹈 大家一起开着party 场面十分愉快 大壮跳得越来越疯 甚至脱掉了上衣 女孩开玩笑的问道 大壮是不是精神病 可听到这话 大壮脸色马上变了 他关掉收音机 看起来有点生气 他表示 他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 说这个词 女孩觉得莫名其妙 埃克沉默了 他解释 因为自己曾在精神病院待过 为了照顾弟弟 他的哥哥 才对这些词语这么敏感 说完 为了缓解尴尬 他单独把女孩带到钢琴边 为他弹琴 两人边喝酒 边谈心 期间 女孩发现 每次一提到父亲 埃克的面色 都很沉重 于是他小心翼翼的问道 他父亲的去世 跟他进精神病院 有没有关系 埃克正犹豫 两个哥哥却又来干扰 他们看起来喝多了 他们表示 父亲其实就是被患有精神病的埃克杀掉的 但尽管如此 他们不仅不害怕 反而很感谢埃克 因为他们都讨厌父亲 女孩被吓到了 他不相信温和的埃克干过这种事 以为他们在开玩笑 但此时白哥却说 如果不是埃克杀的 你觉得是谁杀的 气氛一瞬间诡异起来 女孩害怕极了 他怀疑埃克的两个兄弟 才是真的精神病 他慌忙想离开 埃克也打算送他出去 但忽然 哥哥拦住埃克 白哥狠狠地把埃克扑倒在地 大壮则抓住女孩 把他捆在椅子上 埃克用力反抗 却被两个哥哥揍倒在地 原来埃克其实并不是精神病 实际上 他替两个哥哥背了黑锅 说完 大壮掏出刀子 想要杀女孩灭口 埃克想阻止 却被白哥牢牢压制着 大壮几刀刺下去 女孩被残忍地杀害了 另一边 母亲工作回来 却发现埃克不见了 他看到相册中 少了木屋的照片 直到埃克一定去了那里 他焦急地赶过去 可等他赶到时已经迟了 埃克满身鲜血地走出来 他哆嗦地表示 是白哥和大壮赶的 但母亲一脸忧虑地 看着埃克 他表示 埃克又发病了 白哥和大壮根本不存在 那是他想象中的人物 埃克心中一凉 他赶紧往屋里走去 却发现 女孩不见了 被捆在椅子上的 就是他在加油站 撞到的人偶 埃克崩溃了 他跪倒在地上 在母亲的劝慰下 他想起了一切 原来啊 这所有的情节 都是他幻想的 他的父亲根本没有死 他在埃克小的时候 就离开了他 把他独自留给母亲照顾 而在单亲家庭中 长大的埃克 一直非常孤独 于是他幻想出 有两个照顾自己的哥哥 在他们的帮助下呢 他发泄出 心中对父亲的怨恨 所以才形成了 杀死父亲的错觉 而刚刚在墓屋里 发生的一切啊 是他又一次 人格分裂后 心中孤独和怨恨 交织出来的幻觉 回到车上后 母亲继续宽慰着埃克 他失神的 看着之前拿走的照片 发现上面的白哥和大壮 都不见了 很快又到了加油站 母亲下车 去把人偶还给加油站 埃克呆呆地看着前方 可忽然 两个哥哥又出现了 他们拿着油枪 向埃克暗示着 埃克露出诡异的笑容 接下来 疯狂三兄弟呢 是2020年 挪威恐怖剧集 血缕奇谈中的一集 在片中 男主埃克的人格分裂 来自于破碎家庭 带来的孤独 正因为缺乏陪伴 他才成为了现在这个样 有时家庭带来的伤痛啊 让人的一生都难以愈合 这让人惋惜 也让人反思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